大家好 我叫史燕 参加这个节目挺开心的 《真人秀》导演跟我说 要我给她拍点《生活舞蹈歌》 她要剪片子里头 我说这个《生活舞蹈歌》最近可能是拍不了 我们家最近冷战的 没人给我拍 她可高兴了 她说太好了 那像你老公给咱拍点冷战的舞蹈歌吧 冷战的舞蹈歌 知道啥叫冷战吗 谁先说话谁就输了 我这把节目输了 我也不能输给她呀 这个是冷战的时候 说话的时候更吓人 我们现在说一次话 我感觉我就少点啥 少个器官有的时候就是 我有的时候跟她说 我说帮我找一下眼镜 她说你没长眼睛吗 我说老公帮我给手机充一下电呗 她说你是不是没有手 哎 多爷们儿 我喜欢这种 然后有的时候在单位被领导批评了 我就回家跟她诉诉苦 她说你没长脑袋呀 所以她就这么说我就不爱听 所以她就这么说我就不爱听 我又是没长脑袋的话 我眼镜往哪儿挂呀 我回手我就给她了一个嘴巴子 她说你打我干啥 我说你脸上有个蚊子 她说有蚊子你就给她轰着呗 她说有蚊子你就给她轰着呗 我说主要也不是想轰蚊子 主要是想告诉你我有手 她说那你还挺有脑子呢 是 我第二天我就给我们家蚊子都给撒一遍 我怕蚊子落我脸上 我说这有脑子 但是有脑子也整不明白孩子 我们家现在有一个小孩 今年十岁了 就是跟你们说 个外头我都刚好眼睛八岁 我特别害怕 就是别人通过我儿子的年龄 反过来推算我的年龄 我怎么回事我就突然感觉自己 我说我们家孩子突然之间这么大了呢 自己都有点接受不了 其实刚才跟你们也没说实话 其实十二了 这么大了呢 这么大个孩子 真的当家长这些年 净上当了 前一阵儿有一个兴趣班给我打电话 他说我们最近新招了一个老师 三十多年教练 让我去试听 我去听了一下 我说你这个不止三十年吧 你这个最起码得有八十年教练 比我说话还慢 我说你说话这么慢 一堂课能讲几个知识点呢 我这两年扎骗钱 那我不到啊 孩子还是应该少上点兴趣班 多看点书 我就给他买了几本作文书 这作文书前边讲的可好了 翻开作业给我吓一跳 他说请你和墨眼比一比 看看谁的描写更生动吧 我儿子还能跟墨眼比 咋的我儿子是余华呀 余华也不能同意呀 再说了 我也不能同意 余华都六十多了 我这个我十二我都嫌大 而且你跟现在的小孩沟通 也很费劲 现在的小孩满脑子都是互联网思维 前两天我儿子跟我说 他说妈妈 能不能上咸鱼上 给我收一本写吧 你得暑假作业去 我说孩子咸鱼上都是没写的 他说那正好把我这挂上了 我这没写 然后有的时候也挺担心 他早恋的问题嘛 我就侧面里问一问 我说孩子你们班 有没有那种小孩 有男朋友或者是有女朋友的 他说妈妈 基本上都有了 我就特别紧张 我说爷爷 我说孩子那你有吗 他说我没有 我是一个孤儿 我都不知道他是明白还是不明白 而且你培养小男孩 是吧 你还得给他听点英雄的故事 培养他这个男子汉的气概 所以我之前就给他听点那个 善田方的白梅大侠 善田方你们知道吗 讲评书的一个评书大师 要不知道的话更好 就千万别让孩子听了 我现在都不太敢回家了 我一推开门 我说孩子 妈妈回来了 哇呀呀呀呀呀 妈妈 来的好 我说孩子 你那个作业写完呗 妈妈给检查检查 妈妈拿命来 我说我咋睡不着觉呢 总想要我的命 我现在天天晚上感觉有人要害我 总想要我的命 我看他是真想当孤儿 但是想当孤儿也挺好 最起码这个事我老公可以参与一下的 我有的时候就特别不平衡 我说为啥带孩子这些事 都是我自己的事呢 我就问我老公 我说为啥就耍我自己 他说因为你是他妈呀 为母浙岗 我说那你呢 我为父不仁 真的我有的时候 就在想 我说真人秀 什么时候能介入一下我的婚姻呢 就邀请这些摄像的大哥 上我们家也去架几个摄像机去 那样的话 我老公在镜头前边 多少能呈现一些他的优点 完了万一哪天他要是表现不好的话 我就给他淘汰 我换一个男嘉宾 打到这儿吧 谢谢你